عند التخاسم تخاسم إنسان مع آخر فيما 关于钱财方面和别人 نحكم الشريع 应当以教法的方式和人交往 ذهب إلى القاضي 应当去法官那里 وقال لهذا تحلف 说可以向阿拉提示 بأنك لم تأخذ شيئا من هذا 他提示说 钱财的某件事情 一个人如果在法官面前發誓 你应当接受 接受他的發誓所说的内容 这是一定要按照 叫法规定的方式去判決 فإذا حلف الامين بل 这个發誓是一种 叫法规定的一种方式 نعم 1 2 2 2 5 7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